大家好啊 这个今天 西城区政府刚刚公布的 那个新增的那个确诊病例的情况出来了啊 他的小孩在育民小学上学啊 四年级 这育民小学啊 还真是我的客户 结果我在这个维基百科上 还真查到这小学的资料了 育民小学就在复兴门外 真五庙头条八号 原来他们那儿过年过节发东西 还有食堂啊 都买我东西 这个小学 1959年创办的啊 离现在有61年了 校长姓翟叫翟京华 还有副校长啊 叫刘新 这个职员有50个 教师有100个 职员主要是什么人呢 什么人是职员呢 是吧 这个行政人员嘛 办公室呢 勤杂人员 后勤人员 看大门的 校友 校工 食堂的是吗 我还真不清楚啊 这个可能我上小学 离现在都40多年了啊 这个教师有100个教师 哎呀不少啊 这好像是个重点小学啊 班级 年级有6个年级啊 一至6年级 学生可够多的 2000个学生 那你算一下吧 平均每个年级有330个学生 我不知道中国的北京的哈 这个一个班多少人 330个学生一个年级 那么如果按40个学生的话 那么是8个班 如果33个学生的话 那是10个班啊 你看他写着 这个北京是重点小学 校训是勤奋文明活泼健美 曾经的名字叫中央财政部子弟学校 哦是财政部的 刚才有朋友给那个 爆料了啊 在我节目下方爆料了 说是一个唐某某啊 唐某某 这个 看来也是知情人啊 我把这位朋友留言给大家念一下啊 唐某某 住广电总局宿舍 孩子是育民小学的 媳妇在通州副中心 政府办公区上班 那就是公务员 那就可以查一查 这个搬迁到通州副中心的 行政副中心的 都有哪些部委 大概也就是那些部委其中之一吧 但是不少啊 搬过去了不少 其实搬到通州去 真的是脱了裤子 放屁 多此一举 真的是没必要 太没必要了 这又造成新的浪费 那原来呢 他的办公地点呢 那房子呢 是因为旧了吗 是吧 你这不造成又盖房 又得花钱 然后来回的这些人 几千人上万人的折腾 是吧 这不又增加了这个汽车 是吧 大轿子车 搬车 这个尾气的排放 交通的拥堵 是吧 这个公款 又花在这个汽油费 搬迁费 建筑费 是吧 当然通州 我去年还去了 通州还不错 建的还不错 孩子也确诊了 是四年级的 说玉米小学 四年级家长群炸锅了 其实不光四年级 家长群炸锅了 你整个这学校呢 这孩子他接触的 可不仅仅是 四年级啊 整个学校 刚才我说了啊 就是两千个学生 这个一百个老师 五十个行政人员 两千一百五 两千一百五 你还要再乘以三 因为每一个孩子 有家长 是吧 正常情况下 现在不算有二孩 或者姥姥姥爷爷爷奶奶 在一块住的情况下 如果按三口之家 那么可能被感染的啊 或者说密切接触者的 是吧 这就是再乘以三 再乘以三 两千一百五十人 连大人带孩子 连老师带学生 再乘以三 是六千四百五 六千四百五 指的是在家里边的人 是吧 正常情况下 三口之家 然后这个两千多人 这六千多人 他们又接触了多少人呢 大人不上班吗 如果退休的 不买菜吗 不逛商场吗 是吧 那这就多了去了啊 至少六千多人 然后他去过吉林 隐瞒了两部手机 所以扫留北京的那部手机的健康玩 你看这人 是吧 你什么好的制度 什么好的规则 规范 是吧 如果你 总是想着 投机取巧 总是想着不遵守 是吧 不敬畏 那么你都能找出 说白了 找出这个漏洞来啊 这回严重了啊 这回严重了 广电总局 我也熟 广电总局 有什么行政局 什么无限局 无限局的工会主席姓张 黑龙江插队回来的 现在也退了啊 还有这个国际台 过去说这个中央台 不是指的中央电视台 CCTV 指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这非常重要 你看那会粉碎四人帮 就得派耿镖去占领这个三台 重要的这个媒体媒介喉舌啊 那这一带 真武庙这一带 复兴门外 是吧 那这边的孩子 大部分是附近的 比如说南里十路 北里十路 月潭南街 月潭北街 三里河路 是吧 南沙沟 是吧 甚至到百万庄 这个马尾沟 车工庄 西之门外 展览路 展览馆 是吧 然后到西边 这个老的中央电视台 预言谈 中央军委 铁道部 铁路局 这个中联部 是吧 国家信息中心 这个科技部 科协 水电研究总院 这一大片太多了 那就辐射几十万人 上百万人 整个北京的西半部都危险了 事实上 整个北京都危险了 是吧 因为这些人的交往 这些人的工作单位 可不限制在西边的一片 南边 东边 北边 甚至已经超过北京的范围了 是吧 因为这些人 也有可能出差啊 是吧 去外地啊 这都有可能 这一下 又麻烦了 本来最近我们朋友之间 我们聊天还说 说北京控制的还行 但是呢 这个病呢 他有一些无症状的感染者 说呢 最近的气温在上升 是吧 根据一般病毒的传播规律 这个气温高的时候 天热的时候 他不容易传播 是吧 那我们还觉得可能到一入秋 十月份 十一月份 到冬天的时候 会再有第二次的传播 没想到这么快啊 吉林 他又去了吉林 吉林原来最初是苏兰 吉林的苏兰 苏兰是满语 原来叫苏的货 苏的货 后来叫苏兰 那个地方我去过 出大米 平安镇 出平安大米 水渠柳镇 这我都去过 然后他们当地是冒充 武昌大米 因为跟武昌搭界 他们隔壁就是黑龙江的武昌 全在一块 所以他们那儿那个 灌的大米袋子 我亲眼看见 他们就灌武昌大米 而且他们装火车 我也看见了 装火车我也看见了 我为什么去苏兰呢 是因为我去山东烟台 这个昭远 昭远是个县级市啊 昭远不是昭远啊 黑龙江有个昭远 山东昭守着昭远近的远 昭远下电阵 后路界 后路界村 我到那儿啊 还旁边那个叫 那个阵叫毕锅 姓毕 毕老爷 毕老爷叫什么来着 现在都忘了那人了 都不出来了 星光大道 是吧 溜光大道 毕福建 对毕福建 毕老爷的毕 毕书敏 大作家我也见过啊 聊个天 毕书敏的毕 毕福建的毕 毕郭震 郭 郭子怡 郭墨若 郭德纲 郭老七 郭 大老板 郭美美 你看这姓郭的 竟出来名人了 是吧 然后那个 那个镇叫毕锅 毕锅镇 两管所 那儿的一个小干部 戴小眼镜 是我那个 后路界村 那个村父之书 我在他们家住着 他帮我收苹果 是杨大哥 杨大哥的小舅子 姓秦 秦始皇的秦 秦桧的秦 秦仪的秦 是吧 这个秦汉 秦湘林的秦 秦秦秦 秦极伟的秦 然后那个 去过他们那儿 那如果他要去吉林 很可能去到这儿 因为疫情 最严重的就是吉林市 然后书兰 县吉市 他可能老家是那儿的 我觉得如果他 去玩 去旅游 在这个时期 他不会去那儿 疫情那么严重 可能他老家是那儿的 老家或者有什么急事 所以他才回去的 也许就是家里人得病了 都说不定 是吧 唐某某啊 咱们现在给他记着这笔账啊 其实按照中国的 或者国际上很多国家的相关法律 他这种行为 其实可以判他行了 是吧 这个应该叫传播吧 叫传染病传播罪吧 叫恶意传播罪 之前这次疫情当中 中国大陆的政府也判了一些人 把有一些人拘留之后 应该是判刑了 我觉得如果因为这个事 给他判了的话 他隐瞒进入疫区 是吧 他带来的损失 现在直接看 这个学校就 至少六千四百五十人传染了 是吧 密切接触者 所以 这个人给他判个刑 我觉得应该 另外他住在广电部的小区里 他爱人刚才说了 在通州的副中心 他爱人是公务员 他爱人的公务员可能也得 是吧 应该开除了 他本人如果有单位 也应该开除 至少要判刑吧 他爱人不可能不知道 是吧 他爱人不可能不知道 他的孩子也应该知道 所以 这一家是一个攻守同盟 按照中国的法律 这个 叫什么 包庇罪 是吧 中国是连坐制的 是这个株连九族似的 保甲 是吧 十户为一保 多少户 五十户为一甲吧 中国是这种连坐的 他互相之间有连带关系 你比如说你们家孩子犯罪了 是吧 警察来问你的时候 你明明知道去向 你不说 都可以抓你 给你妈 给你爸抓了 那他老婆 也应该抓起来 是吧 这算包庇罪 这事儿 看后续怎么处理吧 也许有人会高高的举起 轻轻的放下 也许是秉公执法 也许是负面的 反面的教材 这个不清楚啊 我们要拭目以待 好吧 好吗